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學長的頻道會在每周四更新親密咖啡相關的一些知識 一些新的器材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每周的推播囉 那今天要來開箱的是這台Jura的J8全自動咖啡機 那Jura這個品牌它其實是一個瑞士大牌 它做咖啡機的歷史已經非常的悠久了 那這次的全自動的咖啡機其實學長用起來是覺得很有趣耶 一顆全自動咖啡機竟然可以讓我感覺有趣 這實際是一個很難得的 因為正常咖啡機就是按一按就出來了嘛對不對 但是這一次有這個 這個是奶泡糖漿系統 那學長多了非常非常多的玩樂 也可以做出好多新口味 好,所以學長今天就來跟大家講 這台咖啡機的優點以及這個奶泡糖漿系統是怎麼玩的 那我們先來簡單的了解一下 可以看到這一次它用的是一個液晶的面板 那一記名板按一按呢可以看到 哇,裡面有非常多的咖啡 非常直覺而且還有圖像的話 所以如果你是對咖啡沒有概念 或者你在商用空間裡面 你的客人或是說你的員工對咖啡比較沒有概念的話呢 你不知道要喝奶還是加不加奶的 你就可以按看圖像就可以說故事 你就可以選擇你想要的 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試一下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 這個看到了嗎?有一個圖案 再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沒有放杯子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出現 把杯子放上去的時候就出現一個 咖啡愛 它這是一個咖啡眼的這個功能 這功能也是這一次很獨到的一個功能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感應系統 它會來偵測你的杯子 放上去的時候它會告訴你說 目前呢適合喝的就是這些 如果你是一個對咖啡沒概念 譬如是個客人 我要喝咖啡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喝什麼的時候 它可以去提示你 就非常的聰明 尤其對於一些可能 你在陌生的環境 一些商用空間來說 這個功能呢就非常的友善 咖啡機要做到友善 真的不簡單 那我們可以看 可以把這個 它下一點 再喝喝看意識濃縮 然後呢就出現濃度 你可以調整每一杯的濃度 如果你這杯飲料呢 是有加奶的 還可以調整奶的量 還有水的量 即時調整 譬如說我現在覺得太多了 我可以調到40 35 它的它就即時調整 所以呢 濃度也好 水量也好 還有奶 牛奶的多寡 都可以即時調整 可以看到 按完以後 它就會出現 開始進行萃取 整體時間不到30秒 我就做出一杯 可以看到 KRIMA完整的濃縮咖啡 那我用的是深焙的豆子 可以看到 KRIMA還是很完整 輸入真的非常非常快 所以看到這個功能 很簡單又有效率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催 第二杯我們來催卡布奇諾 那我們可以看到 卡布奇諾有加奶嘛對不對 所以呢 當我今天把我的杯子呢 放到這個 這邊的時候 他就會偵測到 你可能是要喝 不是有加奶的 所以你現在這個杯子放這邊的情況下 你是找不到 加奶的咖啡的 那除非你要把 放到這邊 他就會發覺說 你的目前呢 你是要喝加奶的咖啡 這卡布奇諾就又跳出來了 就很聰明 可以幫你做一個選擇 然後呢 牛奶的部分 如果你家裡的牛奶 譬如說我喝完 我想放到冰箱裡面 這樣能夠保鮮 就會 你用的時候呢 再把我的牛奶拿出來 直接插奶管 或者是呢 直接倒到這個一個容器裡面 讓他奶管放進去 他就會把牛奶自動吸到這個 奶泡的這個打發的頭 你就可以做出牛奶飲料了 所以非常簡單 OK好 我們先來試試看 按卡布奇諾 他就會出現濃度 一樣可以做濃度 OK 然後呢 一樣可以調你的水量 OK 好 現在進行做充足的動作 他會有個加溫的動作 但是時間非常快 OK 他會先出牛奶泡沫 好 可以看到 其實非常快速 他就會打出是 比較有口感的牛奶泡沫 好 然後 差不多以後呢 14秒 這個秒數也是可以調整的 好 接下來 把牛奶 把牛奶做完以後呢 就開始萃取濃縮的部分 好 濃縮的量呢 也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所以其實在機器呢 就是在做的過程之中 你今天奶想要喝多一點 也是可以 把奶增加 或是想要濃度想增加一點 也可以把咖啡的部分做完 你看一樣大概是30秒左右 我一杯卡布就做完了 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層 很明顯的奶泡 好 我們來喝一口 嗯 因為我生培豆子 所以呢 整個的甜度 蠻好喝的 可以看到 奶泡厚厚一層 喝起來是很有幸福感 重點是很簡單嘛 對不對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了這個 牛奶打發的系統啊 以及那個做濃縮的系統 那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系統 是關於它的研磨度的部分 可以看到 這個面板 除了這個我們最直觀的 直接按以外 我們還有別的功能 譬如說我 長按它 卡布奇諾 它就會出現一個設定表 它有原本預設 但是譬如說我想要 調整它的風味 對不對 譬如說我希望研磨 這個豆子 這個飲品 我希望用比較細的研磨 或是比較粗的研磨 或是我要用多少的咖啡的濃度 或是多少的劑量 它其實也可以預設 可以把它設定去 譬如說我習慣卡布就是喝比較淡一點點 我牛奶就可以放多一點點 所以還來支持一個這個調配的功能 當然 除了調配之外 剛剛也說明了嘛 對不對 當下你馬上要調整也是OK的 那這部分就牽扯到一個很有趣的技術 就是它這邊 磨豆機的部分 它其實磨豆機的研磨度調整在最上面 那它有比較粗跟比較細的 所以每一個飲品 你都可以設計說 OK 我希望這個飲品是用比較細來比較粗 它也有預設啦 譬如說像卡布呢 可以看一下它的預設呢 就是比較粗的 它預設是比較粗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呢 你的研磨度是比較細的 它會提醒你說 你應該要把研磨度調到比較粗 就是你預設的研磨 那就是這一次 Jura這次新搭等的一個磨豆的功能 叫PAG2的磨豆監測的功能 就可以確保你每一把都是在正確的 你喜歡的研磨度上面進行 萃取 這是其實蠻貼心的 好 那除了這個經典的濃縮還有卡布之外 還有兩個飲品 學長覺得蠻值得讓大家看一看的 OK 那第三杯呢 學長來示範這個拿鐵馬奇亞朵 那它是適合比較奶量比較大的杯子 可以放下去 它就會出現拿鐵馬奇亞朵 那同時間學長跟大家講一個 額外的功能 就是上面有四個點點 你點下去以後 就有四個不同的功能 它可以微調你的飲品 可以看 如果點第二個的話呢 它就會拿鐵馬奇亞朵 上面有一個小小的咖啡豆的標誌 代表說呢 它適用這個功能 好 我們點下去 可以看到 一樣詢問你的咖啡濃度 好 它就進行研磨的工作 代表目前的研磨度是適合的 然後還有進行萃取的工作 但是我們來看看 我點了這個咖啡豆的功能以後 有什麼不一樣的變化 好 看33秒能不能有奶泡沫 代表說 剛剛卡布大概是14秒 對不對 14秒15秒 那這次的拿鐵馬奇亞朵 它的整個的時間就是33秒 代表說它的奶量是比較大 但都可以調整 所以如果你喜歡喝奶的話 這一杯飲品你應該會很喜歡 OK 好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很快速的 我的奶泡就打出來了 那杯量是蠻大的喔 OK 完成以後呢 還會休息一下下 準備做咖啡的部分 好 OK好 接下來呢 是90ml的咖啡 好可以看到喔 我們咖啡下去的時候 我們咖啡下去的時候會馬上就會出現相當漂亮的分層 有看到嗎 然後呢 休息一下 它會再做第二份 因為我們剛剛呢 特別是做了一個兩倍的功能喔 所以它的牛奶量是一樣 但是咖啡會變成兩倍咖啡 喝起來的濃度呢 就會特別的濃郁 所以呢 在原本的基礎之上呢 我也是可以 去要求它去做兩倍的咖啡劑量 這樣你整體喝起來當然濃度上面就會更濃 那杯量會更大杯 喔 可以看到 效果呢 真的是非常的好 OK 完成 看到完美的分層 這個是 如果你喜歡喝這種分層拿鐵啊 你可以選這個 那學長喜歡喝濃一點點嗎 我就可以特別再去克制 所以 這個四個框格的功能 就是在原本的基礎之上呢 再去做一些小微調 可以看到 喔 好滿喔 完美的這個 奶泡 然後也做出很漂亮的分層 來喝一口 嗯 非常的過癮 濃度非常的夠 然後第四個呢 是希望覺得也很棒的功能 叫做美式經典 美式經典 那其實有點像是義大利的那個弄狗 就是一個濃縮 但是它做長萃 都不是用加水的方式 所以實話說我覺得比美式好喝 所以 這是在這台機器裡面有的 我覺得非常的棒 然後順便我們再其中另外一個功能 剛剛是客製化的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如果我想要做兩份的話呢 就是按這個 它就會告訴你說哪一些咖啡呢 是適用這個模式 兩份的美式經典 好我們點下去 它就進行操作的部分 所以呢在杯量的部分也是可以做快速的調整 真的是滿方便的 好 50ml一次50ml的 然後我們一次做兩份 所以會有100ml 這個滿好喝的 然後它的濃度 因為呢 它不像是濃縮 它也不像是濃縮加水變成美式 它有一點點類似像是手沖的這個 口感跟層次感 所以學長我覺得 嗯 覺得這個還真的還不錯 我滿喜歡喝的 就是它試了一些以後 我覺得應該滿適合我們台灣的口味 好第二杯開始自行製作 所以整個就是非常的聰明 OK 這樣就完成了 看到 它可能不像濃縮 劑量那麼小 它整體是拉得比較開 但是呢這個真的還滿好喝的 那我們了解了這台功能非常方便的J8的基本功能以後 我們學長來做幾個比較有趣的功能 剛剛跟大家講嘛 奶泡糖漿的功能 這個小盒子呢 裡面是可以放任何的液體 那我們怎麼使用它 這邊一個打奶泡的這個棒子 我把它拆下來 放邊邊 對不對 這是平常打奶泡的 那我就用這個來取代 把它塞上去 那這個時候的我們的奶泡呢 就會經過這個小盒子 讓奶泡跟裡面的這個糖漿 或是其他液體呢 做混合以後呢 直接出來 變成一杯全新的飲品 所以呢只要你想得到 譬如說 榛果糖漿 大家喜歡榛果拿鐵的話 榛果糖漿 或是一些 焦糖 糖漿 或是一些各式各樣的紅茶糖漿 你只要想得到買得到的話 都可以放進去 那它上面還有告訴你說 劑量大概是多少 就會控制自己的糖 那學長今天呢 是自己做了抹茶的糖漿 我覺得抹茶粉呢 跟那個 跟加一點點糖 所以可以看 我把它倒進去 OK 找多一點的關係 然後呢 把它這個蓋起來 OK 這樣就完成了 把它塞進去 剩下事情呢 就跟剛剛做的是一模一樣的 好 我們用這個 好不好 用這個 好 一樣把這個杯子放進去以後呢 它上面會有一個叫做 糖漿拿鐵的功能 當然卡布你要利用這個功能也可以 但是它預設是糖漿拿鐵 我們就糖漿拿鐵功能 好 我們先按下去 OK 好 它告訴你說 連接糖漿盒 OK 我們都做到了 就按下一頁 OK 研磨度 我們調的比較粗一點 好 OK 調出 開始進行試做了 那我們可以待會來觀察一下 這邊呢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好 一樣我們先做濃縮的部分 好 60ml的濃縮 然後這個功能呢 它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跟一般直接把它抹茶 倒到咖啡裡面有差在哪裡呢 是這個功能是 它讓這個液體呢 跟牛奶 預先的先混合 在打奶泡這個過程中 預先混合 所以呢 你喝的時候呢 會感覺到我的奶泡上面 有這些糖漿 或是這個抹茶的味道 所以它對你的感官上面的 明清晰度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 聽到進來了以後 我的奶是不是變成綠綠的 它會跟這個抹茶的 的糖漿呢 進行一個混合 變成有抹茶味道的奶泡 跟直接把抹茶倒進去呢 是有蠻大的差別的 OK 完成以後 可以看到 如果是加糖漿啊 或是是這種 都可以喔 它的風味上面 嗯 一聞下去就濃濃的一個抹茶香 而且這個抹茶香呢 是在 比較多的是在那個奶泡上面 所以 整個奶泡的質感上面 就差蠻多的 很有意思 它完成以後 就請你要移除這個糖漿盒 然後就丟到水槽 在那邊洗一洗就好了 那學長其實玩得非常開心 因為呢 以前呢 就是 各種義式咖啡嘛 對不對 那糖漿學長比較少用 那學長就自己 做了這種 自己加了這個 這個叫做 均度成酒 就成啤酒 其實我在 維也納的時候呢 就有喝到 加成啤酒的 的咖啡 我覺得非常的好喝 所以如果呢 你想要跟學長一樣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加點 加一個 各種的 特調飲品 反正就倒進去就可以了 好 這個是成啤酒的 那一樣呢 我們把這個小盒子 蓋起來 然後塞進去 OK 一樣 我把我的杯子放上去 OK 完成 然後呢 如果你不想要喝剛剛這個 這個 糖漿拿鐵的形式的話 你也可以看看 我們剛才按這個 延伸功能 有個S 你按這S的意思就是糖漿啦 它就告訴你說 哪一些咖啡呢 是你可以套用這個糖漿模式的 譬如說 奶香咖啡 糖漿拿鐵 都有S 或是卡布奇諾 像剛剛的卡布 就是標準的卡布奇諾 那如果我想到我的卡布奇諾 有糖漿功能的話呢 按S以後就會出現在旁邊一些S卡布奇諾 好我們來試試看 S 然後呢一樣 會確認糖漿盒是不是裝進去 按下去 來進行做卡布的部分 所以呢 就等於說我這一杯呢是有 呃陳啤酒的酒香卡布 所以非常的好玩 OK 好一樣我們先出奶泡部分 可以看 這個奶泡呢就是 跟我的陳啤酒混合在一起出來的奶泡 所以我光在這邊就聞到陳啤酒的味道 已經飄出來了 所以這功能非常的好玩 喔 超級香的 陳啤味非常的重 就六成味啊 六成酒 欸做完 以後呢就開始做 濃縮的部分 流程的部分呢跟卡布一樣 但是因為多了這一個功能以後呢 我發覺說我的卡布好像可以做出無限多種味道 只要你是你有糖漿或是你去買一些相對的容易 你都可以把這個味道添加進去 那當然在辦公室或是在商業空間來說 你就可以一個糖漿讓很多人滿足不同的風味 OK 可以看到我的特殊風味的陳啤酒卡布就完成了 其實真的很簡單耶 就是多了一點點步驟 但是呢一樣是那麼簡單 酒味十足 但是蠻好喝的齁 那所以這次的Jura J8這個機器呢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多了這個功能以後呢 其實它的可玩性呢增加非常多 那這兩個一樣 這個糖漿盒呢 它會有一點點殘留的奶啊 還有一些糖漿的部分 就拿去水槽洗澡就好了 然後把我的這個奶泡的沖煮頭放回去 好就恢復正常了 那最後呢學長還要提醒大家齁 就是我們在 如果你要天購全自動咖啡機的話 一定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它的清潔功能齁 因為如果群眾咖啡機 它裡面的內部環境你看不到 所以它如果沒有清潔功能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些藏污納購 會有優質問題 但是呢 這台J8我覺得非常非常棒齁 它其實非常在意這個功能齁 所以它還送了一個這個 一些清潔用的小盒子齁 我就可以把這小盒子放上去齁 然後呢 這邊的奶管 你把奶管呢 放到插過來 好如果你要主動清潔它的話 這邊有一個這個齒輪按下去 它就會問你要不要清潔牛奶系統 或是要清潔咖啡系統 你點進去的話呢 深度清潔或者是簡單的沖洗都會有齁 那你不自己按的話呢 它也會提醒你要清潔系統 所以非常非常貼心齁 譬如說現在假設呢 我是一個小白齁 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但是呢 我準備要回家關機了 我按關機鍵的時候呢 它就會告訴你 哦 你關完機之前要不要 順便來清潔一下系統齁 就點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走 可以放清潔劑 不放清潔劑也可以齁 就直接用水洗 點進去 按下一頁 它就會開始進行 牛奶系統的清潔齁 所以等於說呢 你是沒有機會讓它藏污納夠的 你只要每天記得要關機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會進行清潔 那這個過程之中呢 你是完全不用管它的 它自己會把整個過程清乾淨 然後你明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呢 把這個 這個清潔小盒子裡面的水 倒掉 你就完成你整個系統的清潔齁 像這個奶管齁 它其實 它會定期的會進行 譬如說你用 你這次打一個卡布訊儀 用到奶管 它可能用完閒置一段時間後 它也會自己進行一個清潔的一個流程 就是為了避免齁 有些大家使用全自動的機器的時候 會有一點搞不清楚的狀況 忘記做這些事情 所以呢 你可以很放心的 做完以後呢 只要把這個容器放回去 它就會自己進行清潔的動作 真的是非常非常貼心 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的Jura J8的一個很快速 但是我覺得已經把很多那個很方便的地方 都跟大家講了 然後真的是一下子 希望好輕鬆的一集 就把這個東西都做出來給大家喝了 OK 那目前呢 Jura J8呢 在母親節檔期呢 有一些優惠活動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這個機器 也可以去Jura的全台灣的專櫃 去了解一下 母親節檔期一定是非常優惠的 OK 那我們先開箱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再�� node一下子 Cast